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有人說他買的這個石壺籃為什麼都瘦瘦乾乾的 買回來沒多久就發現他的那個結都是瘦瘦的 這個跟季節有關係 那時候他買的時候,那時候問的問題的時候應該是夏季的時候 那這種石壺籃很有趣 這種叫,有人叫龜甲石壺 有人叫,反正就是黃金石壺的縮小板 那這種是一種原生籃的石壺籃 那他的石壺籃呢,這個到秋冬的時候 你看他那個結晶就飽滿起來了有沒有看到 那主要的就是這個跟季節有關係 夏天的時候他會 他的那個結晶就會縮縮的 就有點像是缺水的感覺 可以到他那一到秋冬的時候 他新的結晶就會整個飽滿起來 所以那個主要的原因其實不是 不是因為那個賣家賣給你的關係 主要是因為他季節的關係 那你看他現在進入到秋冬的時候 他整個就飽滿起來 那這種石壺籃呢 是他的開花季 就是明年的春天 明年的春天 那開起來非常的可愛 像這個 這個一個板在我這邊種在一年多快兩年 大概已經長了快 應該有五十雅囉 應該有四五十雅跑不掉 那長的速度還算蠻快的 還算蠻快的 非常好種植 非常好種植 然後缺點就是他 如果你光線不是很均勻 像我光線是偏薄的狀況下 你看就會長 然後右邊就會整個浮起來 整個浮起來 這是他的缺點之一 假設你的光線不是正面朝他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那右邊整個都浮起來 浮在半空中 就是主要是這個原因 那就是很好長 很好長 那這種有很多種品種 雖然我們市面上大部分看到就是這個 那其實他有很多種不同產地的品種 只是台灣不太會分 大部分長的都很像 我朋友那邊有感覺看起來就是不同的東西 就是他的那個結晶看起來不一樣 然後他的葉子看起來不一樣 但是他挖開起來很像 也有這種東西 就是你發現他那個結晶比較寬 長的距離比較寬 像這個就是黏在一起的感覺 很黏在一起 那他那種的就感覺是他的豆子比較大 然後他葉子比較寬 然後比較深色系 那他開車的花是一樣的 可能我就是產地或者是個體不太同的關係 非常的有趣 所以如果你想要養這種石壺藍的話呢 夏天他如果感覺像那個皺皺的 好像缺水的感覺 如果你買到的時候 那是正常的 因為他跟季節有關係 秋冬你給他多一點的蛋 假肥的話他就會膨大了 你會發現他現在的那個水分都是膨大的 我覺得食物館都有這種特色 有些食物館都是秋冬的時候他就會膨起來 就會飽滿起來 準備過冬 那在夏天的時候他會抽他的養分去做新芽的生長 這個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明顯 所以呢進入到秋冬的時候呢 多給他們一些假肥或是多給他們一些磷肥 你會發現你的結晶都會膨起來 會蠻茁壯的 那感覺會跟那個夏天的時候感覺會完全不一樣 我那時候買我記得只有這小小的吧 到手指這一片 記得是這一片 那你看右邊這一批跟下面這一批全部都是新長的 變成非常非常大一種 那是這個非常的好種植啊 如果有興趣 而且他不太不太佔空間 你看就這樣小小的板 還可以種個一兩年 然後每年的開花時間都非常的固定 就明年的春天 市面上除了這個之外就是黃金石虎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他跟黃金石虎交配的個體 他這個開花期比較 我記得是比較早吧 反正兩個開花另外一個開花期總共加起來就是 變成三種 一種是這種 一種是交配種 一種是黃金石虎 兩三三個的開花期都不太一樣 會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我忘了哪一個比較早開了 不過你會發現說三個的開花期會隔開 很非常有趣 OK 那這種就是小型的 嗯 小型的石虎籃 非常非常的小 有些這種石虎籃還蠻有趣的 就是好種植 然後又不太佔空間 那 嗯 你看 但是他已經快爬出這個板子 其實已經可以 如果想要切的話可以切了 而且在台灣這個 這個價位很便宜 那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只要上個板 然後光線充足一些些 不要太 他喜歡光線 強的光線 光線會決定他明年開花的狀況 如果你光線不夠強 他花會開很少 那所以光線 然後水分 然後偶爾給他肥 他就長得不錯了 你看他從我原本大概 二十亞十幾亞左右 長到現在變成快五十亞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壯觀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 因為夏 為什麼夏天跟 就是有網友問 為什麼夏天跟 冬天會不太一樣 就是他為什麼夏天買的時候 是皺皺的 但是我覺得是季節性的問題 夏天的時候 他會把養分抽去長新亞 好 感謝你收看我們下次見 拜拜